因為我自己也是一直忍著沒有拆這個 想跟大家在鏡頭前面一起分享一下 如果我本人有幸抽到的是黑曜卡 就一次能集齊三雙鞋的話呢 我就把這份幸運送給在座的各位好不好 來囉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快到秋冬季了 很多品牌開始陸續發新品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將要發售和剛發售的一些新品 以及一些品牌的小周邊 順帶有一些服飾分享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好了 首先可以看一下來自好朋友的店鋪 Anonymous 他們出的一些小周邊是有兩樣東西 奇形反光條有兩個圖案 每個圖案有兩個顏色 銀白色以及螢光色 還挺帥的 反面是這種微微的直容 然後有他們Anonymous Logo 這些元素都是以他們店鋪 這個Anonymous A的小字母 為一些變形去設計的 這邊是他們的店鋪網址啊 地址啊什麼之類的 我是很喜歡這一種圖案設計的變形 然後以及有一些小小的印字 帶一些信息的感覺 然後包括這一個 整個感覺也是很好的 那使用效果會貼在畫面上給大家看 參考一下 然後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是這一個 工作手套 也可以理解什麼圓翼手套 三個顏色 我拆了兩個 然後還有一個顏色保持了沒拆空的樣子 給你們做個參考 就是這樣子 三個顏色是有不同編號的 全黑的這一個是一號 螢光色是二號 然後灰色這一個是三號 你最喜歡哪個顏色呢 我覺得都挺好看的 有點像是之前neighborhood 出的這一種種花的時候戴的安全手套 不過質量厚實很多 整個布面彈性 包括這一個副膠的部分 摩擦力都很好 而且手腕的這個位置包裹也蠻好的 我覺得這類型的周邊呢 他們的設計整個的風格 我覺得都打到了 我很喜歡的這個效果 希望在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多出點這種類型的 油製的小周邊 我真的很喜歡 oh by the way 他們店鋪 最近好像是還蠻多折扣的 因為正是換季的階段 感進去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雖然不一定說 所有的品牌 所有的款式都有折扣 但是大部分有折扣的款式 我覺得都還不錯啊 ok 那麼來到一些 最近發售的鞋款 挺有意思的啊 首先看一下鞋盒 估計看到鞋盒 很多朋友應該也知道 這是什麼回事了 名字跟貨號 感進去的話 你可以記一下 鞋盒抽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常規款的鞋盒了 做了一個限量版的鞋盒套 我覺得這個盒套就挺好看 很有意思 做得很好 這是SALM的品牌 首次的中國境內的膠囊系列 那它靈感 或者說它Based on的這一個idea 就是中國境內的三座名山 已發售的這雙鞋 就是四骨娘山 大家可以看到 中文的四骨娘山下面的拼音 是藏羽拼音 我不懂藏羽我就不念了 這邊是整個 教堂系列的logo 以及這一座山的經緯坐標 整個教堂系列的叫做換山者 鞋子本身 估計大家應該這兩天 也看到很多人發了 就長這個樣子 非常colorful一雙鞋 可以跟大家透露的一點 就是整個教堂系列呢 三座山會有三個鞋款 不一樣的鞋款 配色方案是不是相同呢 我現在也不知道 具體是哪三座山 現在已經披露的就是一個四姑娘山 再一個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個是 在雲南境內的一座山系 看看有沒有朋友能猜對 我們再搞一個小鏡猜 大家猜一下 首先就是地點吧 什麼什麼山 或者說在什麼什麼位置這樣子 第二個猜鞋款 是哪一個鞋款會關聯到這座山呢 然後再一個就是配色方案 這可能會比較難猜一點 它會是走這樣的一個配色路線呢 還是說它會有別的新的想法 我們整個猜謎的環節 從三個維度去參與吧 好不好 你在三個維度上都答對了的話 我估計這個機率很小 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四人生了弟爺 我會跟他們要一些周邊小禮品 這個丙劃一下鞋 首先還是看我一雙鞋 鞋本身呢 其實就是XT6 沒有什麼太多好講的了 這雙鞋作為本頻道出鏡率 最高的鞋款之一 相信各位觀眾都非常熟悉了 如果你並不熟悉的話呢 你可以在我的頻道內搜索 XT6 會有相關內容出來 我就不再贅述了 大家看一下這雙鞋的顏色 以及它的靈感來源 搞不明白為什麼四姑娘3的聯名 會是這樣子 它跟四姑娘3有什麼關係 其實要講到這個呢 就是他們整個想法的基礎 建立在一個元素上就是熱力圖 越野跑的跑者 以及這座山本身呢 大家都可以用一個熱感鏡頭去拍攝 就能看得到整個熱力圖的關係 冷熱溫度不一樣呢 整個顏色呈現出來的效果也不同 但他們就是以這個為靈感去做的 就是從溫度上去關聯人和山的一個聯繫 OK 講得很好聽對吧 我們實際上看到這雙鞋呈現的效果呢 我個人喜歡的部分 就是這一個透氣素乾網面的這種 漸變或者說有點像雜染 配色的這種方案 它整個效果做得蠻好的 我是喜歡的 但是壓膠的部分嘛 我就喜好就一般啊 但鞋底的配色我覺得還挺好看的 它有點你如果去戶外玩的時候 趁好碰到落日 你可以看到這幾個顏色組合在一起 雖然看起來是對比分明很誇張 但事實上大自然 真的就能表現出來這個樣子 真的還挺厲害的 換個角度想想 要在一雙鞋上加入這麼多不同的顏色 並且各個都還是那麼鞋那麼對比的話 好像除了XT6或者說上我們這品牌之外 別的駕馭的這麼和諧的鞋款 如果你有想到的話歡迎提出來 那麼還有一些設計細節的部分 就是它整個鞋墊 我拍到畫面上給你看 兩隻腳的鞋墊不一樣 也是像鞋面這一個透氣網面的這種 扎染漸變的效果 那麼後跟的位置有這一個沙羅門的品牌logo 以及四五三的這一座三系的地座標 摸整雙鞋大概就是這些設計要素了 我拿到的是中國製造的 我不確定拿到的會不會是 我猜應該也是一樣的吧 至少在我穿它拍攝的期間 好幾個小時也沒有任何的這種不良表現 跟新的一樣 我只是簡單刷一下鞋底 不過XT6這個鞋款發售到今天 現在2023年了 它從復刻開始到現在 已經是逐步的往時尚生活方面去走了 因為它算是sportstyle線的而不是performance線 所以鞋底跟我自己最早買的那幾雙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配比了 手就能按出來的pronation control的位置 其實是軟糖的很多 比起最早的那幾雙pronation control裡面 真的是幫幫硬 我覺得它會更適合日常城市 休閒穿搭 你穿去戶外照也沒有任何問題 只是說它會弱化這方面的傾向 會讓它更加適合城市穿 沒那麼硬的話 其實更多人會願意穿搭更久 畢竟鞋型鞋旋的效果本身 腳感是很好的 這款鞋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整一個膠囊系列好玩的地方 不只是在於說我跟大家剛剛一些小互動 你可以猜猜他們接下來的打算 這一次他們也有這種球鞋卡收集的一個要素 我還沒有開 先跟大家說說是怎麼玩的 如果你有買這系列的話 隨鞋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卡 這個卡是有獨立編號的 你想要收藏的話肯定是沒有問題 卡的種類一共是有兩種 一個叫灰眼卡 一個叫做黑曜卡 那其中黑曜卡會比較稀有一些 如果你有幸抽到了黑曜卡 就可以直接獲得換三者系列另外兩雙鞋 也就是說你可以一次就集齊了整個系列的鞋款 當然如果你抽到這灰眼卡 你可以直接進這個猜謎的環節 你猜對了的話他們會有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的 可能品牌周邊那些小禮品會送給你 或者有一些隱藏的驚喜獎品 說這麼說 但現在我也沒看到是什麼 只是說跟大家先說明一下這個規則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直忍著沒有拆這個 想跟大家在鏡頭前面一起分享一下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如果我本人有幸抽到的是黑曜卡 就一次能集齊三雙鞋的話 我就把這份幸運送給在座的各位好不好 來囉 包裝還挺硬的 OK 我不看先 裡面還有一層包裝啊 你們看到什麼顏色沒有 長什麼樣的 我看一下 我準備開咯 這個不鏽鋼的 沒有說它是什麼 會員卡吧應該是 上面是有這一個 就是這雙鞋的一些信息 四孤兩山 然後反面有個 我有一碼 我掃個碼先 我們這個卡的流程呢 我剛剛走了一遍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買這雙鞋 掃到這個碼 就可以進到剛剛的一些介面 那根據提示呢 其實你是有機會獲得他們提供的一些獎品 具體是什麼沒有透露給我 所以我也不敢確定 到底是多大的獎啊 但不管怎麼樣 各位觀眾看到這裡呢 其實都有機會在我這裡保個底 就像我前面說的 你如果能猜對 地點 寫款 以及配色方案 這三樣東西都集齊的話呢 我私人 拿點好東西送給你 雖然不是什麼特別貴重的東西 我盡量跟他們要一些禮品 裡面的信息有講到 整個黑曜卡的數量是33張 我覺得也不算太少吧 好像我也不確定總是多少 不過整個卡片的質感還挺好的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周邊收藏吧 那看一下這雙鞋的一個上角效果 這一身搭配的褲子呢 是來自信式裝備 也是最近才發售的一個新品 它有一點像是一個長口的 非常肥的直筒褲 但是它的褲腳是可以抽成竖頸 所以把它竖頸來穿 我覺得還是挺好看的 很襯這一個XT6這種 戶外鞋的鞋型 那麼上身的衣服呢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沒那麼綠的綠T恤 來自KOTS 包包呢是拉菲爾第二代 那麼後面還有幾張 試穿外套的 這個外套呢是來自迪桑特的一個新品 也是最近才發的 有點意思啊 他們這個設計應該也是憋了很久 憋了個大招出來 叫做簡稱叫DOD Descent One Stroke Design 大深部分都是一片式的柴片 也不是說完全沒拼接 它是盡量減少拼接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我拍的畫面上 細節不會看得出來 有些縫線縫到一半消失了 就說明它整個其實是 這樣拼在一起的 有一個吊牌的示例圖 大概這個樣子 中間這個部分呢就是領口了 袖子大深側褲 大概就是這樣的結構 這樣看可能有點雲理物理的 但你把這個所有的尖角什麼的部位 全都捏在一起 合體之後呢 就這件衣服的樣子了 這件衣服主打的使用場景呢 應該是城市啦 複合的面料 也是一個防水的夾克 當然不能叫戶外硬殼 你可以把它當成城市版本就好了 因為它要盡量的去使用整片布去做 盡量減少裁片 所以它不像真正的戶外重鋒衣 或者說我們叫城市的防禦性很高的一種硬殼 一樣那麼多調節的部分 比方說它就沒有可調節的袖口 它袖口是做固定的一個彈力 其實彈力不小 然後裡面還有一圈比較輕膚的材質 進來就是這一個複合壓膠了 然後沒有調節的部位 還有下擺 整個下擺呢 也是沒有做任何象徑收緊的領口的位置 傳統的戶外外套的話 封帽會有一圈收緊對吧 這位置可以壓緊 這個是沒有 但是它在後腦的位置是有一個彈力象徑收緊 也能勉強的讓帽型更貼你的頭 但具體的收緊效果呢 取決於每個人頭不一樣 效果不同 帽顏頂端沒有那種戶外重鋒衣 會有的那些加固的一片 整個利領的效果 我覺得穿上身還是挺好看的 並且它有一個斜切的封擋 這個封擋有頂上一個磁力的小扣子 可以直接吸過來 整件衣服給我的感覺很俐落 整個檢查的效果都非常乾淨 真的是盡量做到了極簡 整件衣服穿上身的效果 你可以看一下畫面 我覺得呢不吃高級感 直接點講吧 它有點像是要去對標Valance的感覺 當然這只是給到我個人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不是說品牌很大聲的講 我就要幹Valance什麼什麼樣 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我穿上身的感受 我覺得會有一個給到我這樣的印象 那其實上身挺好穿的 我穿M馬整個肩膀的尺寸 胸圍都剛剛好很舒服 然後它整身其實就三個口袋很簡單 每個口袋都有一個小小的點心拉鍊 然後主拉鍊呢是雙頭拉鍊 我覺得是配置不錯的 就這一點呢會比Valance好很多啊 Valance一般也就單頭拉鍊 不會有像這種磁力的斜斜封打之類的 這個拉鍊其實也算是有點斜角 斜角不大 但是是斜的 不是垂直拉鍊 整個衣服我覺得它們在工藝上 是有給到你很先進的工藝 但是整體的設計呢 它又做的很客製 沒有給大家堆非常多它們的品牌元素 我覺得這一點是要給個讚的 我挺喜歡客製的設計 這樣的衣服也更加適合在城市 給不同的人群都能駕馭的好 但這個售價如果能再接地氣點就更香了 不過考慮到它們的這個 有點鑽牛角尖的設計出發點 就是說一定要減少柴片去做一片試 相信這個成本不會特別低 我也能理解 那就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再去做個功課看一下 去他們店裡說不定可以試一下 好像除了這個綠色還有個白色吧 黑色應該也有 但是我覺得這種設計感的話 還是帶點顏色會更好看一些 它這個綠色也選的不錯了 雖然說是挺稚嫩的綠 但是其實它並不厭 是那種淺淺的草綠色 不知道你們在畫面上看怎麼樣 我肉眼看是很舒服的 這大概就是這一身的效果了 我不知道你會給這個打幾分呢 接下來一雙海外24號發 然後國內的話應該是在26號 鞋款是這一個 Murl Studio的聯名 這一款鞋叫做Course Pro Better 那鞋盒就是這個新一代的聯名鞋盒 其實跟他們上一款是一樣的 除了鞋本身之外 也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 那麼鞋子我收到的顏色是這一個顏色 這一個很紅的顏色 沒有很紅啊 隨喜紅吧 不知道你對這個顏色感覺怎麼樣 我肉眼看的會挺好看的 但我不知道你們在畫面上看會不會有些失真 過後我會再發圖片在動態上 再去仔細看一下 肉眼看上去的效果是那種灰灰的紅色 有一點偏粉的感覺 因為是紅被水洗掉了嘛 所以就沒那麼驗 總的鞋我覺得還挺愛看的 橙色織帶的部分呢就挺驗的 然後這一個橘黃色的大底 是這樣子它跟上一代會有些許的不一樣 但整體呢還算是一個家族的 邊邊的這一條深褐色的位置 就是看起來很像牛肉乾 我還沒仔細看它的材質列表啊 因為這雙鞋是我在零開機之前才剛收到 所以我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戶外 跟大家看一個上角效果 就簡單的室內穿一下給你們看看 所以我的材質呢還是跟上一次一樣 寫在了鞋墊裡面 我剛剛仔細看了一下它這個成分表 這一圈深色的部位應該是一葉紫纖維 雖然看起來很有肉感 像肉感的感覺 總雙鞋的鞋面呢是100%自然染色的唇棉 然後一些鞋子纖維的位置都是採用回收的鞋子纖維 然後內裡以及表面這個植蓉呢就是皮革 然後還有30%的天然橡膠 這雙鞋的上一款如果你沒看過的話呢 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上一代這個聯名呢是去年發售的 整雙鞋呢是環保材質 手工染色 復古的ventail這邊採用的是這一個quicklase 但是到了剛剛發售的這一雙呢就不是了 變回了傳統鞋帶 然後這一個布面雖然也是ventail 但是它有這個格紋的抗撕裂的效果更好一些 主要是我覺得可能視覺上看上去會有更多的玩味吧 就沒有這一雙這麼的dry 因為手工染色在沒有紋理的這種布面上看呢 不均勻的效果會很明顯 有人喜歡有人覺得沒那麼高級 看你啦 那麼鞋款不太一樣的地方是這個大底 這一雙是Cross Pro 這雙是Cross Pro Better Better會不會更好一點呢 這個我也沒有實際穿它去使用過 暫時給不出答案 不過馬數的區別挺大的 這兩雙鞋這雙是42半 這雙是42 但看起來好像差了一個馬不值 你看 我也不懂為什麼 這一雙鞋的馬數挺迷的 兩雙鞋的鞋圈的區別不是很大 看鞋底也看得出來 當然紋路啊以及結構會有點不太一樣 Better這一雙的這一個外底 往上包的這一個抗扭轉的位置 在足弓的位置呢會包的更高一些 Cross Pro沒有Better的這一個就矮一點點 這一次聯名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我沒有拿到手 是有點像這一個卡琴色 但是它會更淺一些 然後更鮮亮 大概簡單對比一下 不知道你會喜歡哪個顏色呢 因為他們這一次整個聯名的主題 從之前的手工染色環保變成了 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 上了餐桌變成美食的感覺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這個 一脈象層貫通的意思 從種植到餐桌的這樣的意味啊 這雙鞋確實看起來 尤其是這個部分真的很有肉感 內部也是這種非常細膩的 非常天然的這種皮質 很舒服 這雙鞋面料蠻薄的 還有馬術上這個 我覺得它應該調整比較好了吧 同樣的馬術 我算別的款式是剛好的 上一代可能是因為 確實這個面料太薄了的關係 穿起來很空 裡面其實不是很貼腳 這一個小了0.5 但其實看起來會小很多 我也不懂為什麼 調整到哪裡呢 這雙鞋雖然它名字叫做Cross Pro Better 其實這一個外底的圓形 是叫做MAD Cross 這雙鞋結構 除了鞋底跟前代不同之外 鞋身幾乎就一樣的了 我覺得這雙鞋 它整體的調性看起來更和諧更舒服 比例感也更好 看起來會有一些 休閒運動感覺 而不像那雙鞋 感覺就只能是穿在平地走走 那我拿手的版本呢 是越南製造的 我相信大家拿到應該都是一樣的吧 因為像這種等級的聯名果 估計數量不會太多 當然具體多少我也不知道 那麼上腳的效果 以及整身的搭配呢 我會貼在畫面上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吧 鞋子已經知道了就是這一雙 Gross Better的紅色 那褲子呢是來自 CP Company 我去年冬天的時候買的 也是我挺喜歡一條褲子 時不時會穿一下 但是天氣熱的時候沒辦法穿 最近稍微涼快些了 終於有機會再穿一下 那上身的衣服呢是來自輕蝕裝備 這一季的一些新款 打底是下層上穿這一件 然後外套呢是一件道袍 這道袍我覺得挺好 穿挺舒服的 雖然它看起來好像是秋冬款 但其實挺薄的 然後並且立體感擴型感很好 就是它面料確實夠緻密 剪裁也非常的立體 口袋的數量夠用 我不能說特別多吧 後背有個巨大的口袋 但是那個好像自己沒有辦法用 這一件道袍的正身 是有一個胸口的隱藏口袋 口袋層不大 但是也能裝個手機紙巾什麼的 下面有一個銀色拉鍊的袋子 這袋子呢打橫放一台手機也沒有問題 其實裝備真是銀拉鍊狂魔 然後下擺還有一個直插帶 這個就很大了 放穩書或放個iPad mini都沒問題 然後就是後背一個超大的銀拉鍊口袋 好吧整個衣服的料感是很好的 非常致密的這種綿質的感覺 門巾外側有一個飛起來的小捏褶 這一個活躍褶的感覺 它能在穿著的時候提供一個 在胸肩的這個位置多一片 有點像鎧甲一樣的裝飾感非常不錯 整件道袍就顯得立體硬挺了很多 我喜歡這樣的設計 然後拼了一些小小的 有點偏均綠和灰色的這種拼布 面積不大 跟後面的口袋一樣 我覺得還是挺好看的 那整身造型大概就這個效果了 幫你給這個look打幾分呢 接下來一雙是這一個 COS ASICS聯名的一雙鞋 鞋盒長這樣 哇在這邊 整個鞋盒的配色 其實就是他們這次合作鞋款的配色了 那鞋款就是這雙 GEL-LINE的第三代OG 不知道你覺得這個配色怎麼樣呢 我覺得還是挺好看挺fresh的 保留了GEL-LINE整個鞋款一如既往的這個非常經典的感覺 兩隻腳只有一個細節不一樣 其他都是一樣的 就看一下這個位置 由於GEL-LINE3是分體式的鞋舌 所以它左邊這隻鞋會有一個ASICS LOGO 右邊鞋的這個位置是COS LOGO 那麼除此之外呢 兩隻腳其實都是一樣的啦 隨鞋盒而來的還有另外的兩副鞋帶 這層一層真的很足夠 白色這雙跟原裝的黑色鞋帶是同款 然後另外有一個咖啡色帶花紋的這種原身鞋帶 我覺得黑色鞋帶本身效果就挺好的 所以我就沒有去換很漂亮的 就是末端會有他們雙方的名字 然後還有一張這次聯名的說明卡片 包括這次聯名的鞋墊呢 其實也是專門做了設計的 是COS他們招牌的藤蔓圖案 那配色就是這次聯名的主題色 一隻腳是ASICS的LOGO 另外一隻就是COS的LOGO 膠帶這雙鞋應該不用做太多介紹了吧 三代這個膠帶真的非常非常經典 這雙算是復古慢跑裡面 很具有代表性的鞋款 說一些小細節啊 這常規款膠帶基礎上 這次聯名有多一些東西 就是首先這個位置 脊皮鞋身上會有一些藤蔓線條的刺繡 一直蔓延過來這一圈都有 然後就是ASICS招牌這個虎爪紋路的LOGO 上面有幾個小尖刺 也是有這種藤蔓的意味在 然後裡面有這個塑膠網格 然後也是延伸到後跟 然後有他們這一次的主題 延 這個字呢 就代表了整個品牌 或者說雙方之間的關係延續到今天 COS店鋪從成立開始到今天 也是不少的時間啊 作為初始階段 比較友好的合作品牌 ASICS算其中之一 他們最早的一次聯名 沒說應該是在16年了 那一直延續到今天 其實陸陸續續呢 雙方也是一直保持非常好的關係 所以呢 這雙鞋也是有一個紀念 和繼續延續的意味所在 這款鞋的發售呢 已經在19號進行了 那麼關於這雙鞋的上腳效果 會貼在畫面上給大家參考一下 不知道你會給這雙鞋的顏值 或說他們這一次聯名的這種誠意 打幾分呢 我蠻多年沒有接觸過 JOWLINE這一系列的 所以我不確定現在拿到的鞋款 跟我最初結束的是不是一樣呢 我是覺得這個泡棉呢 應該是有更換過材質 它挺軟的很Q彈的 外底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其實還是這個樣子 分體式鞋使得其實對於穿著腳感來 兼容範圍比較廣的感覺 穿著腳的感受呢 其實還是很不錯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鞋旋變窄了 我穿在腳上的時候 整個鞋的感覺會被撐扁 視覺效果就變這個樣子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看 我會喜歡整個鞋還是中間收的窄一點 像這種效果 但是很明顯它的鞋旋呢 就達不到 但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多可以挑剔的地方 這雙鞋就是中規中矩 如果你是喜歡復古慢跑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配色還是很棒 OK 那麼本期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些了 不知道哪一個最合你口味呢 大家感興趣的話呢 希望你們還來一集買 那最近其實我也陸續入手了滿多東西 那其中也有很多是眼鏡 雖然比較多的還是這種近視 或者說是光學矯正眼鏡 當然還有一些偏潮流 或日常款的一些 變色鏡片 染色鏡片 然後有一些運動眼鏡 就是涵蓋比較多的類型 但是大家也知道 每個類型的其實挑選的維度 標準都不太一樣 然後使用感受也不盡相同 這個需要給我一點時間 一個他們本來出貨的時候 其實就很常 再一個就是到手了 還要去定製晶片 還有什麼這那的 然後包括我實際收到之後 可能還要帶一段時間去習慣一下 才能有這個配戴感受 所以整個製作流程 拉得比較長一點 所以說可能還要再過一陣子 才能跟大家分享 但是大家感興趣的話呢 可以先留意一下好不好 三連多多吹更一下 我盡快安排 給大家分享出來 那就今天就這樣吧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對你有幫助呢 那希望你給我一見三連 如果還沒關注我一定要點下訂閱的 我是Rawful 我們再見吧 1 等等 1 之間 3 提收到 1 點心 2 點心 2 點心 2 1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